自古以来,人们对发现新大陆的故事津津乐道于哥伦布的大名之下,然而,在这尘封的历史长河中,一股崭新的思潮悄然浮现,因人东渡之说犹如一缕神秘的光芒,开始挑战既定的认知,那些秀迹斑驳的青铜盔甲,每一枚都蕴含着超越时空的秘密,仿佛是远古先民留下的无言诗篇,述说这一场跨越千年的壮丽千玺, 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记忆,古老的历史总是充满了神奇与未解之谜,而这些谜团往往能揭示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一些极为宝贵的线索。 英国学者梅德赫斯特便是被一个古老的历史悬疑所深深吸引,促使他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富有洞见的理论,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这里是繁华五千年,欢迎订阅观看。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1045年,西州五王伐咒击垮了荒淫无度的商咒王的统治,当时殷商大将军优侯喜率领着十万大军远征,另有十五万居民散布于林、方、湖等地,共计二十五万人口,然而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二十五万人竟然集体失踪了,无迹可寻,仿佛从历史的长河中蒸发一般。 巧合的是,就在相同时期,遥远的美洲墨西哥东海岸地区兴起了一个全新的印第安文明,这一惊人的巧合引起了梅德赫斯特的高度关注,梅德赫斯特推测,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气候条件远非当今,当时正值小冰河时期,温度比现在低很多, 从中国向东可以通过当时被冰冻的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大陆,他因此猜想,那失踪的二十五万阴伤移民很可能是穿过白令海峡来到了美洲,并把他们称为印第安人。 1953年,墨西哥奥尔梅克遗址的发现位梅德赫斯特的理论增添了更多的支持证据。 作为美洲最早的文明发源地,奥尔梅克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令人惊讶的殷商文化遗存,比如出土的六块玉龟,不仅刻有类似甲骨文的文字,其中甚至提到了殷人元祖和高祖的名号,更令人瞩目的是,其中一块上还雕刻了邵昊的图腾,邵昊作为华夏人文始祖,在神话中化身大鸟,主宰西方。 对于那些远渡重阳的印第安人来说,邵昊无疑是最值得信赖的守护神,除了玉龟,遗址中还发现了两件极为罕见的龙形石雕,分别雕刻了陀龙和吃龙的形象。 龙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而在美洲地区发现如此栩栩如生的龙形石刻,对于当时存在着文化交流无疑是自有力的佐证,更有甚者,当地甚至流传着与中国类似的关于龙的传说, 其他的证据还包括出土的饕贴文等装饰以及虎神崇拜的痕迹,无不昭示着与殷商文化的密切关联,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 奥尔梅克遗址中出土了一批雕像,模样酷似史书中记载的长头秃顶的商朝开国君主汤王,这一切都增添了梅德赫斯特理论的可信度,尽管梅德赫斯特的印第安人理论一直存在争议, 但它为跨文化交流史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让我们重新审视古代人类迁移的可能性,如果理论成立,它将为现代世界文化遗产的解读,增添全新的维度,开启一个崭新的跨文化交流史篇章, 人类文明的眼镜轨迹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加波澜壮阔,殷商与印第安文明或许就是其中一段别具传奇色彩的插曲。 美洲大陆上孕育了多元且丰富的土著文化,形成了独特的七个文化圈,汇聚着众多不同民族,如玛雅人、加勒比人、阿塔巴斯干人等, 而在这些荒凉的山谷和广袤的草原上,生活着一个被称为特里吉特人的部落, 他们依靠狩猎和采集维生,生活在美洲西北海岸地区与世隔绝,保持着原始社会的生活方式。 据现代DNA技术和基因组分析显示,美洲最早的原始居民可能在五万至两万年前就已经开始迁徙至这片土地, 由于美洲大陆的相对封闭和丰富的食物资源。 这些早期移民及其后裔,长期保持着生活在石器时代的原始方式,与外界的联系很少, 甚至在铜器时代都没有进入,而铜钱在中国大陆的使用开始于商朝, 地理位置相距极远的中原文明与美洲大陆的原始社会之间, 中国的铜钱为建立了古老而独特的货币系统,并没有对美洲文明带来根本性的改变, 即使有传说称因人东渡,中国的铜器制造技术远不及后来的铁器, 更谈不上如制造马车轮的先进工艺了, 当欧洲人于1492年发现并殖民这片大陆时, 美洲原住民的生活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里吉特人与来自远方的俄罗斯人相遇, 他们交易皮毛和武器,印第安人意识到自己的盔甲已经无法抵御新型武器的威胁, 在这个危急时刻,他们发现了中国古铜钱的独特用途, 这些外源内方坚硬并带有孔眼的铜钱成为了印第安人制作防弹盔甲的材料, 让他们有了与欧洲人对抗的能力, 这些镶嵌在盔甲上的中国铜钱, 如康熙通宝、顺治通宝等见证着中国古钱币与美洲原住民的意外相遇, 其中也展示了由正和航海和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可能性, 虽然这并不能直接正视阴人东渡的说法, 但却是两大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交融和碰撞的有力物证,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战役如同璀璨星辰般一声辉, 其中最为世人铭记的是那颗照亮东方的火种,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 那时的新中国宛如浴火重生的凤凰, 刚从硝烟弥漫的革命烽火中展露头角, 国内百废待举,国际形势复杂严峻, 然而,在这场看似以卵击石的较量中, 中国人民志愿军凭借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 竟让全球最强军事力量之一的美国陷入困境, 一时间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当战火逼近鸭鹿江畔, 存亡齿寒的警钟阵响, 中国的抉择不仅光乎国家存亡, 更是捍卫和平正义的历史洪流中的坑枪之声,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那一战不仅改变了半岛格局, 也重塑了世界的认知。 从此, 中国这个名字与英勇坚韧紧紧相连, 朝鲜战争无疑是一场载入中国和美国历史的特殊战役, 对中国而言, 这是近代最振奋人心的一意, 中国志愿军的英勇表现令世界为之震惊, 对美国而言, 这却被视为一场不愿提起的战争, 起初, 美国并非真心希望帮助韩国实现朝鲜半岛统一, 而只是维持现状, 保持半岛分治的格局, 由于当时美苏之间在欧洲地区的激烈对抗, 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 而苏联则支持东欧国家, 双方在欧洲影响力的较量, 以东西德作为前线。 在这一背景下, 苏联指示近日成维护朝鲜政权, 不要轻举妄动, 为避免苏联在旅顺驻军, 并试图控制东北铁路, 毛泽东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签订,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这一举措也让苏联开始支持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 以期在中国或朝鲜获得港口, 与此同时, 美国只是有限地支持韩国, 提供武器和训练人员, 希望韩国能够抵御朝鲜的压力, 朝鲜战争爆发后, 中美苏三国都将注意力转移到朝鲜半岛, 1950年6月25日, 朝鲜人民军突然越过三八线向南进攻, 迅速占领了韩国首都首尔, 当时称为汉城, 并将韩军压缩至釜山一带, 这一行动震惊了世界, 尤其是美国, 作为韩国的主要军事援助国, 美国认为这是共产主义势力对自由世界的威胁, 因此决定介入战争, 美国总统布鲁门授权美军参战, 最初的目的是以三八线为界, 维持朝鲜半岛的现状, 阻止朝鲜人民军继续南下, 随着战事的推进, 美军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对战争策略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他主张全面击败朝鲜人民军, 甚至提出了统一朝鲜半岛的目标, 麦克阿瑟的这一战略转变导致了美军的行动超出了最初的限制, 在他的指挥下, 美军不仅越过了三八线, 而且继续向北推进, 直至接近鸭鲁江, 这时中朝两国的边界, 在此过程中, 美军还对中国边境地区进行了轰炸, 这严重威胁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 尽管面临巨大的压力, 麦克阿瑟却对此并不以为然, 他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 中国不会出兵干预, 因为浙江是一场一边倒的战斗, 他的这种自信和轻敌态度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面对美军的挑衅和威胁, 中国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预, 以保护自己的领土安全, 1950年10月,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将军的率领下秘密进入朝鲜, 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 这些志愿军战士不畏强敌, 英勇奋战, 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 终于在1953年7月, 迫使美军签订了停战协定, 结束了这场历时三年的战争, 彭德怀率领志愿军汉勇善战, 多次重创美军, 在长津湖地区, 志愿军发动反击, 将美军击退, 随后更是奋勇冒进职攻汉城, 解放首都, 尽管后期补给线路受阻, 但在彭老总出色指挥下, 志愿军绝地反击, 数次将美军赶出三八线, 迈克阿瑟因军事决策失误被撤职, 但后继美军元帅也无法扭转战局, 中国志愿军连摘13颗美军将星, 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 1951年, 第五次战役爆发, 志愿军攻克横城, 彻底击溃美军阴谋, 在这一年春天, 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联合发起了针对联合国军的攻势, 特别是横城反击战, 取得了显著成果, 在这场战斗中, 志愿军利用地形和夜色的掩护, 迅速突破敌军防线, 成功占领了横城及其周边地区, 给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造成了重大损失, 这一胜利不仅粉碎了美军企图通过军事手段迫使朝中方面就范的阴谋, 而且极大提振了志愿军的士气, 并加深了联合国军内部的分歧和矛盾, 随着战争的持续, 美国逐渐意识到长期深陷朝鲜战场对其全球战略极为不利, 在国内反战情绪日益高涨, 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率不断下降。 此外, 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巨大消耗也让其盟友开始质疑美国的领导能力,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在冷战中的地位, 为了尽快结束战争, 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其立场, 并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 经过漫长的谈判, 双方在1953年7月27日签署了停战协议, 这场历史两年多的抗美援朝战争最终以中朝方面的胜利而告终, 此意不仅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敌, 敢于斗争的决心和勇气, 而且也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了中国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使得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得到显著提升, 为中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时, 新中国正处于艰难的建设时期, 刚走过战火硝烟, 国家百废戴星, 而中朝边境却阴云密布, 美军飞机和大炮不断对边境地区实施威胁。 在这种形势下, 志愿军复朝作战已刻不容缓, 当时志愿军与美军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武器装备差距, 致使美方对志愿军能力存有极大的怀疑和轻视, 迈克阿瑟更是狂妄地宣称只要中国敢出兵朝鲜, 美国必将将其打回石器时代, 华盛顿高层也对取得胜利充满信心, 期待着战果的到来。 正当迈克阿瑟准备在感恩节前结束战争之时, 30万中国志愿军已悄然潜入朝鲜, 准备给予美军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 由于缺乏空中火力支援, 志愿军采取夜袭进战的方式, 使美军在夜间的火力优势大为削弱, 并在云山等地给予其重创, 造成大量装备损失, 第一次战役过后, 迈克阿瑟依然自负狂妄, 他坚信自己的军事才能无人能敌, 并认为美军的强大火力足以让对手屈服, 在他的眼中朝鲜半岛的局势已尽在掌握之中, 因此他决心按原计划于圣诞前夕结束战争, 人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迈克阿瑟并未意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秘密进入朝鲜, 准备给予侵略者迎头痛击, 宋世伦将军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副司令员兼第九兵团司令, 他率领着15万大军迅速向朝鲜前线挺进, 这些士兵大多数来自华东地区, 他们习惯了温暖的气候, 对于严寒的冬季并不适应, 由于战事紧急, 后勤补给县未能及时跟上, 导致许多志愿军战士在赶往战场的路上遭遇了严酷的自然考验, 他们的东装并不齐全, 许多人甚至没有足够的棉衣和棉鞋来抵御零下几十度的低温, 尽管如此, 这些英勇的战士们并没有退缩, 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对和平的热爱, 毅然决然地投身到了这场艰苦的战斗中去, 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 宋世伦和他的部队克服了重重困难, 最终在长津湖地区与装备精良的美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尽管面临巨大的挑战, 但志愿军战士们的勇敢和智慧让他们在战场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而这一切都是在他们尚未配其东装的情况下完成的, 当宋世长部队在长津湖一带展开阻击时, 志愿军面临着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 气温低至零下三四十度, 在这种条件下, 要击溃近十万联合国军似乎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但是一旦战火燃起, 志愿军就以热血和英勇书写了不畏生死的史诗, 尽管美军的高精尖武器不断轰炸扫射, 志愿军仍以不屈不挠的决心浴血杀敌, 倒下一个又一个及时补上一名美军老兵后来回忆, 当时他们对志愿军太可怕了, 只有这四个字足以形容他们心中的恐惧与敬意, 这位老兵记得, 在1950年的冬天, 他所在的部队被派遣到朝鲜的长津湖地区, 那里是严寒的代名词, 气温常常降至零下三十度, 士兵们穿着厚重的冬装, 却依然感到刺骨的寒冷, 他们的武器在低温下难以使用, 但要有时甚至会因为过于寒冷而失效, 志愿军战士们在这样的环境下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和战斗力, 他们似乎对寒冷无所畏惧, 悄无声息地在雪地里行军, 出其不意地出现在美军阵地的周围, 他们的战术灵活多变, 经常利用地形优势进行伏击, 令美军防不胜防, 这些士兵不畏牺牲, 勇敢冲锋, 给美军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经历了二十天的艰苦作战, 美军最终在长津湖战役中彻底溃败, 他们在志愿军的追击下, 不得不放弃重装备, 仓皇逃往三八线以南沿途, 他们看到许多战友倒在冰冷的雪地中, 有的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 有的则在痛苦地挣扎, 这一幕幕场景深深地烙印在了这位老兵的心中, 成为他一生都无法抹去的记忆, 这场惨烈的战役, 让从未遭受过如此打击的迈克阿瑟, 及其麾下的美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和失落, 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实力, 也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位老兵说, 在那之后, 他再也没有见过像志愿军那样坚韧不拔, 英勇无畏的敌人,